這個光線先設定好它來的方向 假設光線從這邊來 那這邊掃打了一個草稿 什麼草稿就是高光的位置 高光光線照射到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高光 然後再來是本身瞳孔 比較深的顏色 有點暗 看不太到 三顆頭耶 三顆頭 什麼頭 那畫水彩 水彩有一些特性我們要把它了解了 之前上個禮拜大家在畫水彩的時候 你的那個重心大概都放在你選了什麼顏色 那其實畫水彩很重要的是這個水的部分 舉個例子好了 好水彩有什麼樣的特性 這如果你是濕的狀況下 你再去染另外一個顏色 本身紙還沒有乾 還是濕的狀況下 再選另外一個顏色 我把它畫上去的話 它會溶結的比較自然一點 就渲染的感覺 不會產生一個明確的邊界線 那如果你是希望它是有明確邊界線的 你就要等它乾 就所謂的畫水彩的那個濕上濕 還有乾上濕 或是乾上乾 這些技法 講的就是水分的部分 那我希望它暈開的話 我可以用清水就把它拖開 拖開之後 我希望第二層疊上去 是有這個明確的分界線 那就必須準備一個吹風機 它會拆了 它會拆了 它很比較怪 嘴邊乾的比較怪 那用嘴邊來轉耀了 好這次我再把第二層疊上去 它因為已經乾了 所以就不會產生一個融合的情況 那就有一個很明確的邊界線產生 那畫水彩有兩個很大的特色 每一個美彩有每一個美彩的特色 水彩的特色一個是可以做暈染 顏色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沒有邊界線 那第二個水彩的特色就是 可以一層一層把它疊上去 那疊的時候它的濕源乾掉之後 有比較多的顏料成績 有比較多的顏料成績 這種濕源是水彩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所以我們在畫水彩的時候 會喜歡把這些濕源表現出來 那這種風格的話 變成你可以數出它的色階嘛 第一階第二階第三階 很明確的一層一層疊上去 那你就知道說 如果要疊出這個層次 一定是下面乾了 再疊第二層 再疊第三層 所以在疊的時候 你心中就要知道說 究竟哪邊要畫暗色 哪邊要畫亮色 那我們在畫一個圖的時候 哪邊要畫暗 哪邊要畫亮 哪邊 隨性 就覺得這邊 黑一點比較好看 就塗黑一點 這邊亮一點好看 就塗亮一點 是這樣嗎 看光源 喔沒錯 看光源 所以光設定好了之後 分析 光現在照下來之後 哪邊會是 產生暗部的地方 打到眉骨嘛 所以眉骨下方 產生陰影 這邊一大塊的陰影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 因為凸起來 眼睛是一個圓球 這邊最往外凸 所以這邊受光 那這邊再凹陷下去 所以這裡又是一個暗部 所在的區域 那下方的握產 就把它凸暗 那第二層在下的時候 就縮小它的面積範圍 第三層在下的時候 再縮小它的面積範圍 基本上是這樣一個原理 我們就實際來操作 那要淺的時候 不是加白色 你要淺的話 應該是加多一點點水分 還有畫水彩的時候 一定要準備 一張相同的材質的紙質 它不一定要是完整的一張紙 它可以是 就是 一小塊就可以 就是你材質的時候 才剩下來的就可以了 調一下我要的顏色 因為你在調色板上面看的顏色 絕對跟你畫到你的紙質上面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你在任何顏色畫上去之前 到在你的那個空白紙上面 塗過 你才知道 這會不會是你要的顏色 低層的話要淡一點嘛 所以水分就加了比較多 那每次畫完水彩都要洗調色板嗎 請問蕭老師 每次畫完水彩都要洗調色板嗎 不用 不用 好 這個調色板上面 搞不好還有我小學的時候用的顏色 那如果你把 你 如果我的媽媽看到我的調色板很髒 把我洗掉之後 我可能會很困擾 因為我要再調出一次 這個調了很久的顏色 可能會覺得有點困擾 所以不用每次都洗 這支你可以準備很多的調色板 有的畫家他喜歡 青色一個調色板 然後中間色一個調色板 深色一個調色板 那他畫畫的時候會有很多的調色板 再上第二層 還沒有完全乾透 那他的邊界線就不會那麼的明顯 那我希望我的第二層比較明顯 就順便調顏色順便等他乾 畫二三十分鐘吧 一直蹲著可能會蠻累的 上一次看同學在畫的時候 可能最大的關鍵就是 心思都放在顏色之上 沒有放在那個水的上面 所以大家畫出來的顏色 其實都還蠻重的 還蠻濃的 加深的過程中 你都可以把眉毛 塗深了 雙眼皮凹陷下去的部分 那笑點是什麼 我的頭進去了 抱歉抱歉 看到了什麼 那如果覺得 剛才那一層下的有點深 趁他還沒乾透之前 你用水去把它吸濕掉 還可以 有點紅色 沒有洗乾淨 不要洗乾淨 休息一下 再下第三層 那画水彩 这个眉彩的特性是 它会出现很多的随机性 所以你要画到跟之前画的 或是跟你要临摹的画家 一模一样的话 基本上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你也不用太 太 太 画水彩的时候 不要太拘谨 太拘谨的话 没有办法把水彩画好 没想说 这好像画的跟之前不太一样 就把它撕掉 然后就要重画一张新的 那大家永远没有办法把水彩一张画完 那它很重要的是它的随机性 这水彩原本不是 一个 创作的美彩 它是一个习作的美彩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画油画之前 会需要做一些练习一些习作 那探笔还有水彩 都是画油画之前的习作 你如果去欧洲的一些博物馆美术馆 看到一些油画作品 随便举一张油画作品 小老师 这边举一张油画作品 有什么油画作品 好吧就那个圣母子与圣安妮 达文系的作品 那你去罗浮宫看到之后 你可以去他的检阅室 检索室 请他调阅那个 这张油画背后的习作来看 都会有这样的习作可以让你调阅 那他就编号砍比习作一 砍比习作二 或是水彩习作一水彩习作二等等的 那皮肤大概交代一下 再画那个眼白的部分 光线从上方照射下来 那眼白呢 就会产生一个阴影 把它盖上去 先淡一点点 一层一层把它叠上去 所以不能一开始就叠得很深 颜料很重 水分很少 一旦 一开始就叠太深了 你要把它洗白 非常的不容易 层层堆叠上去 第一次用这个实物投影机 这样他的困扰点可能是我的头会 不自觉的挡住了 那等他干的时候我们现在操作 眼睛的部分 眼睛 这样把它上蓝色的眼睛好了 一样是淡淡的开始 上面是比较深的吗 因为上面有眼瞼盖下来的阴影 下面的话 光线打进来 眼球是远的 所以会从下方射出 有光线经过的地方 就变得比较淡 所以你颜料上在上方之后 再用清水 把它往下拖 下方就变得比较淡一点点 那不要让他完全是白色完全是白色是高光我们把它完全留白那下方的话 他本身眼睛是有颜色只是 光线射穿过了 所以稍微亮一点点 还没干的情况之下 再选一个比较深的颜色在上半部加深 一个你可以用吹风机吹了 另外一个就是 在他等他干的时候去画其他的部分 下眼瞼跟眼白 交界的地方 也稍微不受光 所以稍微把它涂深一点 继续 再把 上眼瞼的阴影 再把它加深 对不起 那现在我的头有挡住 镜头吗 没有 暗部不要用黑色去划 暗部可以带一点 冷色调 紫色或是 那个 蓝色 最终勾眼睫毛的时候 我们再用 纯黑色去勾 让他颜色 彼此 有对应 所以你用了一个颜色之后 不要让他只有在一个地方出现 你常常会看一些人的作品 会觉得他的作品很松散 好像 眼睛是眼睛 鼻子是鼻子 嘴巴是嘴巴 然后就 鼻子分开 非常的松散 最主要的关键就是 他用了一个颜色之后 只有那个颜色 只有在那个地方出现 这样画面看起来 就会很松散 有的画家的作品会让你觉得 他是一个统合的整体 那跟刚才那种状况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就是他用了一个颜色之后 让他在不同的三个地方出现 那这同一个颜色在不同的地方出现 就会把整个画面 串接在一起 红膜的部分呢 他会有一点点 线条 一丝丝的线条 画比较细致的部分 就用比较细的笔 不用非常的 非常的细密 但是把它带一些线条 再来红膜还有什么特色 红膜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他外圈颜色会比较深吗 所以你可以勾一圈 外圈 颜色比较深的部分 继续把上半部加重 那红膜跟眼白上半部都比较深 都是上眼瞼的阴影造成的 只不过他原尺的固有色 是不一样的颜色 所以上方的阴影 不要把它用一样的颜色 去向 如果一开始就画得很深 就会面临到你的水彩 没有层次了 那一个好的水彩跟不好的水彩的作品 很重要的就是 它的层次 丰富丰富 比方法 我觉得眼白盖下的阴影还不够 多一点点 怎么了 和弦同学吗 有什么问题 眼白盖下的阴影 再给它多一点点 接毛的部分 我们再用 黑色去把它勾出来 连同把它的 我的头吗 看不清楚 睫毛不用勾得太细 没有关系 这个画风还是比 上色的部分是比较 简约一点 比较简约一点 不用把它勾得太细 下下次 我最后 这学期最后一次上课 还会介绍 另外一种 这种时尚水彩的 画风是 比较 比较 层次更多的 那我们先操作这个 比较 简约一点的 会比较容易 很轻易 太粗了 那下睫毛的部分呢 有下眼睫毛 他是从外侧长出去的 那长度呢 比较短一点 稍微勾几个点就可以了 双眼皮 双眼皮也不要整个把它勾黑 在最深的部分 最不受光的地方 稍微带一点点就可以了 如果整个勾黑的话 看起来就会比较僵硬 还有哪边可以稍微加强 这有点麻烦 那先来把眉毛交代了 等一下再勾一些细节 这个眉毛一样 不用把它一根一根都把它画出来 一根一根都画出来的话 它就变得很抢眼 那很抢眼之后 我们的视觉焦点 眼睛的视觉焦点 我们就会被抢过去了 所以不用把它一根一根都勾出来 眉头的部分 让它有一根一根的效果 中间呢 就把它是大片带过 那眉尾的部分 再让它有一根一根的效果 暗示一下它是毛髮 那就可以了 画完之后可以找一些细节 把它做对比色的点缀 像我们的眼睛是蓝色的嘛 让它有一些对比色 黄红色的话 我们的眼睛会比较亮一点 比较显眼一点 所以有时候不是看到什么画什么 有时候是了解了一些那个色彩原理 或是构图的原理 然后把你想强调的部分 运用你了解的原理 把它 强调出来 调色板怎么了 啊 什么 怎么了 我 没 没有 那红色的补色是什么颜色呢 和弦同学 红色的补色是什么 绿色 绿色 好 那我希望它的 强眼的部分就是要用比较 强烈的对比 就可以让它 成为视觉焦点嘛 所以我在我的红色旁边 再带一点点绿色 它整个画面 会有一些细节是 比较 对比比较强烈的 那就容易成为 视觉的焦点 最后再把 上眼瞼 如果你想要它比较深邃的话 就让它的阴影是比较深的 OK 在勾完之后 如果你有牛奶笔啊 你可以稍微点缀一些地方 为的也是加强它的对比啊 所以你可以在 比较深的地方下一些 牛奶笔的笔触 用牛奶笔吧 画坏的睫毛稍微盖掉一点 好 再来就换各位了 你要画五颗眼睛 我现在 papers给一些 的几眼睛 我现在这是更好 同学的 因为ي比较适合 我也要看 还有点几眼睛 你非常好 在什么眼睛 我现在是还是 我应该是 感谢观看